在二次元里面 全职高手只要一出现 就注定是一个很燃的节目 而且一般的团队 其实不太敢轻易挑战 对 他们这次把这么完美的 一个全职高手 然后诚信在舞台上 真的让我觉得有点激动 超激动 因为我最近正好在看 第八遍的全职高手的 《袁晓说》 我是他的忠实粉丝 我要着重夸一下 那个黄绍天 他是一个人 这次也是你们的选手吗 是啊 他好像 大家好 我们是杨晴 黄绍天的那个 就非常活泼的那个劲儿 很画廊的那个感觉 就全出来 一直在看黄绍天 超棒 谢谢 其实我不会跳舞 但是我全程真的都很激动 跟着他们的节奏 我就在这边瞎抖了你知道吗 我现在心里都还有点紧张 就是有一种心情叫做自豪 我觉得我有这样一群队员 又长得好看 然后实力又这么厉害 表情的超出了我的预期 不管是在节奏上面的把握 还是他们各自的配合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是 五个国家队员 开始打游戏的那段舞蹈 包括后面那个群舞 这两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哎呦 我太爱你们了 谢谢 今天这个节目啊 是难得今天让我看到 眼前一亮 心里一震的好节目 那我们的呢 那也是非常好 那就这么一句 不复养的 谢谢皇上 我爱二次元不能只有一个节目 我希望这是有很多好的节目 而且这个节目是非常非常的精细 从人物的造型 舞蹈的编排 唱剑 唱得好 而且舞台的这个呈现出来的精神状态 和这个节目一出来的时候 呈现出来那个荣耀两个字 特别的贴切 整个人的精神演员在台上 都是为荣耀而战 感觉那个精气神特别好 对 皇上马英明了 皇上马这期让我特别感动 因为上一次录像 他还是听不懂 看不懂 这期直接舞剑 唱剑 舞台党 一下子好专业 很多词啊 一次元比打破了 对对对 你们不是跳舞的吗 怎么每个人张口就在唱歌 都变成了唱剑了 这什么鬼 谁来给我解释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表演 其实就想要让大家 刮目相看 耳目一新的感觉 就排了一个 几乎是唱跳的部分 带给大家 这些电竞选手 跳舞也太厉害了 然后整个编排 还有造型都非常的还原 其实刚刚听到 各位老师对我们这一整组的评价 其实我们蛮开心的 因为比赛越来越到后期了 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然后选手之间的矛盾 争执也很大 我听说你们有人要退赛 退赛 退赛 都到最后的关头了 为什么要退赛 谁要退赛 早安典 我想请问一下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必须说这个节目组 所有 促成今天这件事情的人 所有人都要负责 因为我觉得也是处于一个敏感期 大家能够有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反正说为了我们整个队来着想 这个时候就个人的小情绪 先放一放 然后好好地一起 把这个咱们组的东西排出来 排好才是最主要的 其实我们这个组合 已经有最终的决定了 而且四个人都非常确定 确定 今天在这里 全职高手会是我们这个组合 贝勒最后一个二次元的表演 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是一个团队 如果你们离开的话 那其他人怎么办呢 我作为队长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想退赛 你们是有什么原因 可以跟我们讲吗 最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发现 有太多人质疑 我们以三次元的角色 在这个二次元 我们想要说的一件事情是 喜欢二次元 我爱二次元 有很多种方式 所以我们再往后 会继续用嘉宾的身份 跟他们一起进行 但是我们不跟 所有二次元的选手 进到冠军赛 跟他们竞争总冠军 因为我们要告诉他们 我爱二次元 我们爱二次元 有非常多种方式 以对于我们对观众的一个 尊重 以及对他们的一个 批评指教的一个感谢 我们 很多人说你们两 你们几个是专业的 三次元的表演者 如果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会跟二次元的这些 非专业的选手去比 是不公平的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们认同这种说法的话 你们是怀疑我们的实力吗 还是觉得真的二次元的选手 走到决赛 走到后面一步一步 而且我想说就是 我进到这个圈子八年多 在这八年多里 我无数次地被问到 为什么喜欢二次元 为什么喜欢角色表演 我跟他们讲 我喜欢看动漫 我喜欢海贼王 我喜欢灌篮高手 我喜欢火影忍者 这些动漫都告诉我一个道理 不怕困难 永不放弃 我想这也就是二次元 最核心的精神 其实我也想跟你们说 你们低头看一看 你们身上的国家队服 跟战斗服 叶修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不会放弃他任何一个队员 他要带着他们 不管有多困难 我都一定要走下去 走到最后的那个战场 你们穿着全职高手的衣服 你们有感受过 这部作品的核心吗 有 我们说的是 我们放弃争夺总冠军赛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队员 我们会用嘉宾的身份 带领他们重新到总冠军 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 你们的身份只是选手 你们没有权利决定你们的角色 你能够唯一决定的自己的角色 就是努力地向前去争取 你是觉得有一些压力 和困难在阻挡着你 但是我觉得就是年轻人都是这样 不能说因为有压力 就轻言地去放弃 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 你就是退出了 他照样还骂你 主持人 我放个言 您说 我爱二次元的这个舞台 现在还是初期 有很多问题 你们都是创始人 开拓人 把你们个人和我们之间 个人的荣辱 委屈都放在一边 让我们这个辛苦 为这个时代做一个贡献 你们应该经常想到 你们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 对更多人是鼓励 我希望大家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可能他们没有说做到 扶苏所谓的这个动漫的最核心的精神 就是永不放弃 他们一定还有很多背后的故事 不太便于在这个舞台上展现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谢谢你们 谢谢 掌声送给你们 我知道他们退赛这个事情 其实我是比较痛心的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 或者有什么委屈 你选择用退赛的这种方法 我个人感觉 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因为他们四个一走 之后的学期人缘不足 然后之前拍的剧本 全部要推翻 全部重新弄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谈不上失望吧 但还是比较痛心的一件事情